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是达到了一名九左右 这一级嘉宾学历背景最强大 九个人里有六位有海外留学的经验 就读的都是世界排名前一百的名校 好几位还有美本加美朔 这一级牵手成功人数最多 九位嘉宾成功牵手了八位 出了一位匹配不到人选 几乎人人都找到了行动的对象 光是以上的三点 足以让第五季出圈 虽然很多人表示情侣合约的成分有点高 但不可否认 这一级他们的友情是不容置疑的 至少节目录完三个月了 他们还经常一起聚会 营业也非常的积极 其中最甜热度最高的莫过于预言CP 主要功劳还是因为张根源 虽然出场的顺序他是男三 但其实却是第一男主角 前三期默默无闻 粉丝数也最少 从第四期启用了miniDots之后 大家才发现这个宝藏男孩 张根源从小英语就很好 跟妈妈是大学英语老师息息相关 从高一开始就申请去美国念书 之后去了纽约大学 就读经济学专业 本科毕业就在上海一家知名的 私募公司工作 除了能力强张根源的才艺 也是非常的了得 他那一首好钢琴 加上谈吐幽默 做事成熟 目标明确 很有事业心 所以让当初比较排斥 姐弟恋的贝尔 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从此非他不可 告白夜上张根源的拥抱 转圈圈加上亲吻 成为告白一个教科书 张根源也成为了 综艺当之无愧的红人 然而 刚告白完一天 张根源的前女友就出现了 他明确表示自己就是想蹭热度 同时要把张根源在节目里 立人设的事情给曝光出来 他说张根源是社交软件的重度使用者 经常丢女孩 见面喜欢动手动脚 而且在节目里面谎话连篇 两人去年4月相识 9月还在联系 却在节目里说快两年没有谈恋爱了 前女友不但曝光张根源交友的聊天记录 还爆出一些张根源未穿上衣的照片 这也导致预言CP100天纪念日都不敢互动 11月1号晚 贝尔连发了15张照片 却没有一张是张根源的 而张根源也只能发一些回忆的照片 似乎不敢再秀恩爱 生怕前女友再爆料 即使如此小心 张根源还是没能躲过前女友的纠缠 之前曾被曝过和贝尔恋爱三个月 都没有送过什么像样的礼物 采访的时候只说送贝尔的 琳娜贝尔买过一条粉色的裙子 但一直都在放在家里 没拿出来 当时据有网友表示 张根源也太抠门了 没有想到这次张根源再次被曝抠门 其实前女友发了一份聊天记录 这也证明两人去年9月还要联系 当时张根源把前女友杨帆帆 叫出来喝酒 当天人均消费600 张根源表示杨帆帆没有喝酒 就叫她给自己转300 明明是自己叫人家出来玩的时候 还让人家AA制 实在是有些过分 而贝尔一号晒出的照片里 其中有一张林娜贝尔的照片 上面还穿着粉色的裙子 网友猜测啊 这应该就是之前张根源买的 没拿出来的裙子 某宝说了一下 连帽子连衣裙只要27元 最贵的也就五六十元 万万没有想到 三根源没送礼物 难得一件礼物还只有几十块 更加的坐视了张根源的抠门一说 比比薛纸阳送给王秋仪几千的礼盒香水 张根源确实有些拿不出手了 虽然爱情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 但是一个不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 何来深爱一说 当初口口声声说 贝尔要什么给什么 现在听起来更像一句笑话 你怎么看 行动的信号 第五季四位女嘉宾 从开播到现在先后被骂 首当其冲的是李妮双玉 正在进行时的是 肉肉金家月和李婉茜 王秋仪当然也不例外 磨难刚刚过去吧 初播李妮双月因大腿烫伤严重 情绪受到影响 一边瘸着一边录着 又因为是个单纯直爽性格傲娇 还有丢丢强势的小公主型的女生 情绪常常挂脸 所以成为了第一个招批不讨喜的女嘉宾 五官走势 本就注定她在面无表情的嘴角向下 大腿上时不时传来的痛感 更是让她无法保持开心愉悦 剪辑的时候 大手再将她的小表情剪入特写 于是一个爱闹小脾气 耍脸色看起来略显心机的女嘉宾形象 就这么制造了出来 明明真诚且实在 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写在脸上 再单纯不过了 但到底被误会了两周 让李聂双玉直呼 前期不敢看评论 中期邱怡 一个情绪稳定平和的大家鬼秀 想什么就去争取的power girl 因为薛紫阳曾有过短暂的转向李聂双玉 而遭到网爆 部分网友似乎没有想过 有上帝视角的是自己 当事人一定会是当局惹迷的事实 大肆攻击 邱怡占有欲强 倒贴男主是舔狗 耍心机 拆李聂双玉和薛紫阳 种种言论 甚至上升到了外貌攻击 预言她不会被薛紫阳重视 令人砸舌 然而事实上 薛紫阳与邱怡的组合 明显聊天更同频 二人也在小波折后 关系更加亲密 是妥妥的双向奔赴 甭去脑补薛紫阳 李聂双玉 遗憾错过的感情大戏 事实上 薛紫阳与李聂双玉 已经占了第一次约会的优势 但仍旧因为性格问题 没能够进一步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 并不可惜 且薛紫阳短暂的向李聂双玉 前与好友的谈话 说的是 如果自在是一种好感的话 和李聂双玉更自在一点 以及才四天能怎么心动 现在李聂双玉和金家月 已经涉及到了 荡腹耻辱的层面 金家月习惯面面俱到 对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友好 亲切 尽量的制造着接触机会 以确认自己心意和相处 是否合拍 变成了想要勾打所有的男生 似乎练总理 就该一眼认准那个他 然后一条路走到黑才好 而李婉倩因为郭浩然的摇摆 生气暴走 随后又与郭浩然谈心和解 则被批是不是屈爱 为什么还要把自己放到的 低位争取 行为廉价 一记下来 四个女生 谁也没有逃过观众的狙击 那些被镜头放大的小表情 被剪辑制造的小矛盾 素人无拍摄经验露出的小尴尬 统统都是被拘的关键点 可能会火 但与之对应的是人人都免不了 被议论 被攻击 被指责 心理强大 或许是恋宗男女必备的素质了 放大镜下 怎么会有完美的素人 除非他是假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